手頭上這部就是剛剛在香港推出的任天堂Switch遊戲機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我想它最特別的地方和其他遊戲機不同 就是它這樣是一部手提遊戲機 你喜歡觸碼也可以 但如果你想變成一部電視遊戲機 你需要放進這個座椅上面 電視鏡就可以見到 沒錯,這部Switch真的非常多變 除了一般手提遊戲機、單人玩法之外 可以輕鬆駁上電視 再將手掣放在握把上面 變成一般的電視遊戲機 亦都可以將手掣分成兩邊 變成雙人遊戲 總之你想怎樣玩都可以 玩得好像挺好玩 不過這麼大一部,出家會不會重呢? 我覺得不重 感覺上好像一部手機加過外置遊戲手柄 你看到螢幕跟一部正常的手機 大螢幕的手機差不多 重量方面不是一個擔心的位置 螢幕尺寸方面就是 6.2吋電容方式點燭屏幕 初步感覺、流暢度和畫質都不錯 插遊戲卡的位置就是機身的上方 另外將手掣一分為二之後 亦都有不同的玩法 例如1,2,Switch就以體感玩法多 最主要感應你的動作去玩遊戲 但是如果玩其他多人遊戲的話 例如炸彈人這樣 就要用按鈕的方式去操作 不知道手掣感覺又怎樣呢? 網上很多人說太小了 我自己覺得就還好啦 即是按鈕都容易按 還有Joystick 全部的靈敏度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但我覺得都是偏小的 即是玩一些體感的遊戲 可能OK啦 剛剛好叫炸彈人手 但我覺得如果玩一些比較深的遊戲 例如賽車那些 可能就會偏小了一點 最後當然就是玩家最關心的售價了 刊貨價錢 淨機一部賣2340元 不過據知第一批預訂貨已經完結了 未入手的朋友可能要等一等 謝謝你 謝謝你